干净政治有期待 议会改革再进步 时代力量桃园党部9号 在桃园市议会召开准准会 宣示2022干净政治跟议会改革诉求 尤其议员诈领助理费的案件层出不穷 卢竹区市议员逆参选人徐环表示 政治环境是可以被改变的 将会以身作则 也让年轻人对政治有信心 那我希望说这样的事件以后可以 越来越少 甚至是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会从自身开始做起 也希望可以教育下一代 让他们对这些政治环境有信心 干净政治不仅包含助理名单完整揭露 出席费10到10令 时代力量也将会持续推动地方名代财产申报公开透明 确保金流动向合理合法 我们希望我们在时代力量 也会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列为优先法案 让地方议员的财产申报可以更加的公开透明 如果有不明的财产的来源 就可以来进行调查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让诈领助理费的案子不会再继续发生 所谓巴格区市议员里参选人 建设以及民众关心的议题 用理性对话务实的检讨 那如果是用谩骂甚至污蔑甚至造谣抹黑 金钱的介入企图影响选举的话 这不是我们民众所期待的选举风气 所以我在这边也是希望年底用选票终结 旧时代的恶性操作的 市议员简志祥在四年前当选后 也落实当初赶紧政治的宣言 虽然一直在改革之路上努力 但他也坦言实力在议会 仅有一席声量有限 改善我们这个每次在倡导议题 这个动能 这不显足够的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改进 那最后面呢 我还是希望可以达到我们这些诉求 不管是电子公文化 以及表决电子表决 还有这些公开透明 还有审查会的即时资讯的更新 我认为这都是可以 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那我们一起前进 实力桃源党部主委曾伟凯表示 很多人对地方明代 都是包工程受贿的影像 他们以公开透明为原则 未来会带着当选的议员 一起落实议会改革工作 我们还是以公开作为一个原则 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就是甚至我们要进一步的要求 财产的透明 这个因为过去地方议会 一直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地方的议员可能包工程啊 或者是收一些不应该收的这些金钱 那造成说大家对于地方的议会 其实没有信心 所以这些议会的相关的改革 我们会在所有的议员当选之后 会来努力来推动 市议员简志强表示 希望未来能够推动 使用电子表决器公文电子化 会议前后预告跟记录公开等改革工作 让政治风气更干净 记者赖伟一头有报道 议会改革再进步